血色吓人 泰国女星哺乳竟挤出带血块奶水 日前一位39岁的泰国女星 在IG上分享了影片 显示自己用脊乳器收集的母乳 竟是鲜红色 吓坏了湘明 她甚至还PO出一张盘中有血块的照片 她惊慌地写道 怎么会挤出血来 有不少湘明看到了纷纷留言讨论 有人说他们也曾有类似的经历 有人则劝他赶快去看医生 不过经过了医生检查后 发现这位新手妈妈 哎呀 这用脊乳器的方法不正确啦 原来是因为她用脊乳器吸得太大力 造成乳头中的围血管破裂 结果围血管中的血液 就跟母乳一起流出来了 这位新手妈妈以为大力吸奶 可以让母乳流出得更彻底 因而避免乳腺阻塞 她忍住疼痛继续脊乳 幸好经过医生的诊治 她并无大碍仍可以继续补乳 后来这位女星也分享了 她母乳颜色回复正常的照片 让大家可以放心 根据新闻网站Asia One的报道 看到母乳颜色变成血红色 可能令人非常惊恐 但是小儿科护士Donald Murray表示 妈妈们不用惊慌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此案例中的乳头围血管破裂 或者乳腺炎都有可能 有20%的母亲们都受乳腺炎的困扰 而且即使寄出的母乳中有少量的血 还是可以喂给宝宝 然而若是妈妈本身患有 会经过血液传染的传染病 例如肝炎或是艾滋病 就要先咨询医生才可以考虑哺乳 刚开始挤乳时 会感觉疼痛是正常的 但若是感到持续疼痛 即应该立刻马上联络医生 专家表示妈妈们使用挤乳器 常犯的错误包括调错了速度 或是喇叭罩 嗯 用错尺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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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